有关其他的相关范例 包含就是说像Jason档案的下载 里面的话当然我们是取的那个像公园景点里面的资料 然后一样把它存到Seqlite资料库里面 其他还有像行政院的那个环保署 它有PM2.5的网站 那上面它当然不是只有提供那个Jason档案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下载下来 但Jason另外的话我有举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XML的档案的话 那要怎么样读取 这部分的话当然在云端上也都有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61里面 这边就有答案了 基本上大概前面也延续前面部分 当然一样是网路资料 所以一定是要装request这部分 那当然往下找 我们基本上做了几个练习 那其他的话像公园景点这边 所以连结在这里 那我要把里面的相关资料全部抓下来 当然它里面栏位数还蛮多的 不过如果我不是要全部的话 比如说我希望它的什么 它的名称跟它的简介就好了 那当然你可以去挑你要的部分下载 相关的程式呢 我也有把这个程式放在云端上 当然基本上这个是park的部分 那就可以把它直接下载 另外的话一样可以把它转存到seqlite 那比如说我这边当然可以只存其中一个 就是name放进来 或者是另外你可以再把其他栏位 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像这边是把那个它的名称跟它的简介 这个当然就可以直接放seqlite资料库里面 ok那这部分是上个礼拜提到的 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就是 把它insert into的部分 除了你可以每一次每一次insert exqueue commit 那这个地方当然是如果说 你希望更有效率的新增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一个叫insert 我上个礼拜有提过 也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先将所有的资料 先串接append 用那个list3建一个list 然后再把那个网路资料 用那个所谓的append的方法 把它先串接成一个list 最后呢再丢给那个什么呢 丢给exque 之前是exque 不过现在你可以改用一下exque manie 那这个当然假设你资料量越大的话 它的效率越高 如果现在质量量越大的话 也甚至可以差个几十倍的时间 甚至几百倍的时间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小量资料 真的没差 所以这个exque manie是比较适用在那个 质量大的情况下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他那个insert into后面的value 这边其实你要几个栏位 你就给几个问号就好了 这个其实 如果你用exque的话 必须要串接那一串 而且串接 还要注意不能有串接 自串有错误的问题 当然这地方我把它串接 append完之后的话 最后再把这个list丢到后面来 他就会帮我把所有的那个list里面的东西 你一次性的全部新增到那个seqlite里面 当然也不是只有seqlite 你用那个买seqlite 或其他资料库 也有同样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去新增资料 所以这部分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 然后呢 需要的source 其实这边也有了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source 你把它执行一下 或应该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opendata 这个新增院的那个环保署的 那个网站p2.5 那当然他提供的有json xml 那csb应该太 之前练习过太多次了 所以我后来是练习json跟xml 那这xml我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用那个element tree 那个比较简单 那其实程式不多 但是很快可以把 那个云端 就是网路上面的xml 快速的帮我把它下载 并且放在资料库 那这一段程式上礼拜有提到 所以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练习看看 底下我有把那个xml的部分 这是csv 这个是json 另外底下的话 资料库 一样把它放进去 那这个是xml 所以你要怎么样 把xml的档案抓下来 但是这个方法 其实我试了好几种xml的方法 上礼拜有跟各位提过 那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没有办法直接 如果你要直接去抓那个 网路上的资料 直接做切割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网路上的档案 先把它存档 所以我这边会多一个 就是把它直接怎么样 write出去 利用那个我们open 把它写到某一个路径底下 然后我们后面就一个w 也是用utl8 然后直接把它write出去 先把它存档就对了 因为这个部分 他没办法直接把它抓下来 那我是impro一个叫 这个element tree 这个切割 因为我试了很多种方法 这个方法算最简单 因为它的程式 基本上非常的简短 大概就是运用两个回圈 就可以搞定了 好 第一个回圈是抓什么呢 抓它的data的部分的tree 然后底下的东西 我再去抓它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 它的tag跟test整个抓下来 显示出来的话 就类似像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细节上礼拜都有提到 所以我有把这个部分 一样放在那个论坛里面 我有把它录下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再到那个论坛里面 去观看那个影片 录影部分 我会把它录下 有需要的同学呢 自己再加进来 那这个论坛里面 就有一个影音部分 这边就有上个礼拜 我讲到 像怎么样把资料 像那个xml读取部分 OK 这个部分细节 因为这个很花时间的 每一个范例 恐怕都要跑很久了 那如果有其他的练习题 也许可以再延伸的 去试作一下 所以在云端上面 除了6-1这部分之外 其实还有6-2 6-2其实跟6-1 有些部分是雷同的 像juston 档案 我是取什么 取新北市的 新北市里面的话 比如用的最多的 像那u-by的 这个u-by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u-by上面的资料 把它从新北市上面 因为我想要知道新北市某一些站点 它里面的那个 就是u-by的数量 它其实这边都有 它有提供这些栏位 那也有提供juston 跟xml 跟csv 你可以自己挑一个 也许最好是三个都可以自己练习 看看 如果三个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并且丢到data base 没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理论上这应该是OK的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有提供sauce 这边云端上有提供几个 这个抓的方式 那我这边是把它抓下来 我是用juston的方式来抓 一样把它塞到database 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 就是它里面有单引号 如果你有单引号 你直接就丢到database里面会出错 因为那个单引号是保留资源 所以会出错 你之前的同学就是自己回去练习了 发现一直卡关一直卡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都按照我们之前讲的方式做 但是最后呢 奇怪 insert到database就一直出错 后来我跟他讲 其实你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他可能因为卡很久 卡好几天 我跟他讲说你只要改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我又看了一下为什么出错呢 因为在它的data里面多了一个什么 多了一个单引号 所以我最后其实帮他改了一个地方 把改了什么呢 进来的东西呢 加一个repress 把那个什么呢 把里面的单引号拿掉就好了 repress意思就是取代 把什么呢 把那个单引号变成没有 进来的这个字串 repress 把单引号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单引号 变成没有 加了这个之后就OK了 马上就顺利了 不过这个我想 当然也许啦 如果你自己try出来 这当然是最好 不过如果你自己实在try不出来 你可能就是要去找一下问题 为什么在哪 因为它卡住嘛 我就看一下 那个部分的data里面都有单引号 所以把它repress掉 这部分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想这个细节 恐怕就是自己再try 最后就是把它丢到 那个sqlite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栏位都已经丢到sqlite 用sqlite browser把它打开 但你也可以自己写那个sqlite的语法 不过我觉得sqlite browser 是比较简单 直接把它资料调出来 那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run完之后 看到的结果就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我们目前直接执行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站点 不要执行一下 每一个站点目前 在像什么中和 来新北市的 每一个站点目前的 那个可借数量这边都会出来 OK 当然未来也许你可以 丢到手机app 手机app读得到 甚至做个google map连结 或者做个清单连结 或者是你可以 把你需要 也许你最常借的那个站 把它排在前面 那以后一看就知道 哪一些站 大概会有多少 U-buy的数量到底够不够 OK 这部分的话 我想因为跟前面的一同性蛮高的 所以这一集 也许可以当成各位的那个练习题 可以回去再试做看看 其他还有像什么可以呢 中央政府当然也有提供类似的data 除了新北市之外 其他也都有类似的东西 其他当然还有像台北市也有 U-buy 所以你可以把新北市跟台北市 因为在附近你可以把这些资料 把它整合一下 然后未来当然也许你可以跟那个手机app做串 马上可以读到我们需要的data 其他还有像什么 还有像这些相关资料 好像雨量最近都没有下雨 那在这边或者是说呢 其他像台电最近可能也许这样下去天气越热的话 可能会有缺电会有可能的问题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也可以利用那个开放资料 去把资料抓下来 看存到data里面 那看再做后续的应用吧 也许 我们可以把他跟那个分析 或者做图表 把他做连结 然后也可以显示那个图表 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看到说 目前的那个供电情况跟用电情况 会不会有个什么交叉点 到底预测多久之后可能会有缺电的危机 类似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往前推进 因为我们大概把开放资料部分 至少常用的三种 我们已经举了一些相关例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往前看一下 那个云端那个 Google云端当CSV来源 这个之前有讲过 这其实还蛮好用 以后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开放资料来源的话 那当然你就把它丢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data直接丢到那个Google云端硬碟 然后呢把它发布 也还有印象码 发布之后的话 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用了一个像这种会员资料 如果你要让别人可以快速的抓到这些资料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就是用Exale 转换丢上去之后 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格式 再到那个云端上面 它有个所谓的发布功能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它等同就是可以帮你把data发布成CSV 当然目前是没有看到Exale 跟那个Jackson 目前它support是CSV 如果我觉得CSV已经很好用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后面把它改一下 也许把它改成CSV 因为如果它预设是网页的话 别人要抓 其实相对的还是比较麻烦 因为网页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你可能要知道的 它的一个结构 需要去拟清 然后再选取哪一个工作表 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的话 就按发布 这边的话我已经有发 发布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连续 那这个连续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 你需要让人家下载 像那个政府机关 它那边有一个连续 按下去它就下载CSV 那这个连续就大概 类似像那样的作用 所以把它发布一下 我这边好像已经发布过了 好 那发布之后的话 也许你就把它 直接 如果假设我让它执行好了 假设Enter过 它理论上应该会什么 这个是它的网页 如果说我今天是要什么 要CSV 刚刚没改到 你就把这个改一下CSV 把它怎么样呢 将来在那个网址上面 直接执行 Enter的话 它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下载了 而且这个CSV 就到我们直接 当然未来如果你把这个link 放在网路上面 那也可以利用像python 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大概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是有关那个三 六支三的部分 那细节的部分 我想请各位 也许有兴趣的话 可以练习一下 把那个像相关的资料 当成一个source 那当然 有一些相关的细节 比如说你上传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把它转成Google的格式 因为你要发布的话 你直接丢Excel上去是不行的 一定要把它转换 另外就是这个地方 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另外呢 再试着怎么样 一样可以从那个 我们python里面 把资料抓下来 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额外补充一个 如果你想要把云端硬碟 当成是CSV来源 当然未来你用server 发布也OK 就是我觉得 第一个你要自己 架一个server 管理上也麻烦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资料输出 也是需要用程式把它产生 也是相对要把程式写出来 也是麻烦 所以用Google硬碟来做 其实相对简单许多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 有关VBA 或者是用python 如果看起来 python似乎相对起来 甚至还比VBA来的简单 不过VBA的优点是 它是图形化 但是它缺点是怎么样 它弹性 它缺乏弹性 它抓 比如说你要从网络上抓 它有一个从web 它可以抓 可是基本上 它只能够抓table 就是只能够抓表格 表格以外的东西 很抱歉不行 所以你如果抓表格 刚好那个资料来源是表格 那OK 用那个从web 这个功能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用应该 如果说你有抓网络上 应该知道 从Excel里面 这边有个从位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你要抓的那个资料 把它网址贴上去 倒 并且 它会自动帮你把 网页里面是table的部分 帮你显示出来 你只要什么 打个勾 它就会把那个table 抓下来 不过前提那边 只能抓table 所以呢 它里面 其实 如果你有录制聚集的话 你会发现里面就是用一个物件 叫querytable query就是查询 table 意思说它除了table以外 很抱歉都不行 OK 当然在VBA里面还有其他的方法 不过我试过 发现好像真的 还是没有Python来的好用 Python相对于这些功能 真的是弹性比较大 而且功能比较强大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 实际上的例子来跟各位讲 比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打开一下 六支四部分 但是呢 你要能够把那个网路上资料 爬下来 你第一个 你可能要有基本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 第一个你一定要对什么 对网页的结构 有一定了解 所以特别注意 每一个网页里面 你可能恐怕就是 至少你要学习 那个HTML的标签 我想这应该要熟悉 第二个CSS 你可能也要知道 这来的话就是说工具 最重要的工具 除了我们之前讲过 那个Request物件之外 另外在那个Python里面 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BeautifulSoup 而且版本是4 OK 那请各位 因为如果你现在呢 假如没有安装 这个BeautifulSoup4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用它 去帮你把 抓下来的资料 抓的话是利用Request 我们之前用的那个Request 那如果你要去 得到你要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要用BeautifulSoup4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搭配的 OK 所以呢 待会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 我们待会可以练习 抓什么 比如说常见的 像YouTube YouTube上面的东西 像这个是 上个礼拜的教学内容 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这里面的标题跟Hyperlink抓下来 其实像我常用的 比如像配合像Jungle 可以把这些东西塞到一个下拉清单里面 或者把它抓下来直接丢到Data Base里面 因为以前如果你要做这件事 你必须要什么 土法链钢 那如果你用土法链钢来做的话 那很麻烦 OK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 网路上YouTube刚好有个清单 我希望把里面的List 帮我建一个清单 以后我就不需要再去上面去抓这个资料 或者这资料可能会变动的话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这里面的包含什么呢 假设这一个 这个是它的名称 按右键 复制它的连结 这是它的连结 我要两个东西 那如果说我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它的标题跟它的hyperlink 全部都帮我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件事 所以后面我们会做一些练习 包含就是什么呢 也许抓那个常用的 像抓YouTube 会不会被封锁 可能是不是要稍微 如果同时抓这个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在太短的时间同时抓 另外也许抓什么 抓那个yahoo上面的重要的标题 跟它的网址好了 让它爬资料 反正就是一个活的 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我就可以把资料爬下来 放在我的database里面 这地方该怎么做 底下也许还可以爬 爬Google的东西 或者爬现在比较热门 像eat the date 它里面的相关的 热门新闻或者焦点新闻里面的标题 或Google下载的结果 这边也可以把它爬下来 其他还有像台银 股市 股市或乐透彩等等 那我们请各位第一个 先安装这个 这个套件 那安装的方法很简单 就Windows键加R CMD 那一样如果你有paste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一串输入到这里 那如果你没有paste的话 那你就记得你如果没有paste的话 那你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Pipe Install Beautiful Shoes 如果你担心打错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复制贴上 那或者是说我之前讲过 如果你pipe 路径 因为你那个paste都没设定好的话 记得我之前要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直接到哪里 到那个我们的 安装目录的那个路径 好像我们装在C点底下 Python 3632 里面这个路径里面的Scripps OK还记得吧 这个Pipe 3 你如果要直接输入OK的话 不设paste 我觉得这个方法最简单 点一下上面 打一个什么呢 CMD 还印象吗 这招很好用 OK请不可以尽量还是试一下 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能要设定paste 你就把什么 把那个Pipe刚刚的那一串 一样怎么样 把它装起来 不过已经装完 它就不会再装第二次了 OK 那一样把那个Pipe Install BeautifulSoup 4 Enter一下 它就已经装完了 装完之后的话 那待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样利用BeautifulSoup 4 去帮我们把网路上面的资料抓起来 请各位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的六支式部分 也许我们先练习 抓比较简单的 我想说我们把它排序 我想说先抓简单 简单OK的话 再来抓比较相对复杂的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其实举凡网路上看得到的东西 它只要能够放在网路上面 应该都抓得下来 只是说有难有易 那当然技术上面的话 如果它不愿意让你抓 它一定会做很多种方法 阻止你去抓 比如说前端有用JavaScript 连按右键都没办法 因为你要去检查它里面 相关的那个Tag跟它的CSS的那个Class 那可能就没办法 所以 当然不过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所以抓跟被抓 这当然两者之间就互相的 当然都有方法可以把 可能它给我们的限制 做一些 你不能说破解 可以 反正它能够放上去 当然基本上就开放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Beautifu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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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